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我是小岚 今天是4月15日星期五 接下来带您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俄军巡洋舰穆斯科号在4月14日 遭到乌克兰海王星导弹击中以后沉没 俄军开始连夜对基辅周边展开了轰炸 对此 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 加码的8亿美元对乌克兰的援助 首批空运将会在24小时内到货 而俄国已经向美国发出了正式外交召会 警告美国 这可能会带来无法预测的后果 俄罗斯国防部已经证实 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已经沉没 而今天4月15日 乌克兰方面说 俄军在基辅还有乌克兰南部进行了西一轮的轰炸 俄军声称击毁了乌克兰13处军事设施 乌克兰认为这是为了报复莫斯科号巡洋舰沉没事件 今天4月15日 美国国防部官员匿名向CNN指出 俄军不断地加强乌东的攻势 再加上巡洋舰莫斯科号沉没以后轰炸基辅周边 对此 美国国防部宣布加码的8亿美元的军援 首批空运将会在24小时内到货 而《华盛顿邮报》在15日披露说 就在美国将要扩大军援之际 俄国12日向美国发出了正式外交召会 警告美国和北约 这个举动是在为冲突火上浇油 可能会带来无法预测的后果 俄方称的最敏感武器包括多管火箭系统 但是据消息说 美国和北约并没有向乌克兰提供这类的武器 外交召会是一国政府向另外一国政府通知对方 对某一事件的意见 也可以说是通牒 拜登是在13日宣布 额外向乌克兰提供8亿美元的援助 目前美国对乌克兰已经达到32亿美元的援助 俄方另外指控 美国和北约违反移交武器到冲突区的严格规范 同时也无视武器会落入民族主义分子之手的威胁 俄方还提到北约试图施压乌克兰放弃与俄罗斯的谈判 华府也在施压各国停止与俄罗斯的军事还有技术合作 要各国将前苏联制的武器转交给乌克兰 据《华尔街日报》在今天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 为了应对乌俄战争之后的欧洲形势 以及阿富汗撤军之后的全球部署 美国国防部高层将有调动 美国欧洲司令部与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司令 预计将会在今年夏天换人 那这也是乌俄战争爆发以来 北约领导层的最大幅变动 欧洲司令部同管所有美军在欧洲的军事行动 最高指挥官也是身兼欧洲盟军最高司令 也就是负责北约的军事行动 据《路透社》的报道 就在瑞典和芬兰都提出要加入北约组织以后 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 昨天直白发出了核威胁 他表示 如果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俄罗斯将不得不加强在波罗的海的海陆空力量 包括部署核武器 据法新社的报道 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4月14日表示 普京在遇到挫折以后 很可能使用小型的核武器挽回败局 即使现阶段还没有明确的迹象 但仍然不能轻视俄国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今天4月15日 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率领六位跨党派国会议员 在台北会见了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 格雷厄姆说 这是我对你还有台湾人民的承诺 我们将让中共为其在世界各地所做的事 付出更大的代价 格雷厄姆提到 美国在政治上有分歧 但就台湾而言是团结的 他说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以及中共的挑衅行为 凝聚着美国的团结 这也是近年来前所未有的 他提到 这次来访 他们要对所有珍惜的价值表达支持 因此当中共对台湾的挑衅日益加剧 美国会和台湾站在一起 因为放弃台湾就等于放弃自由 民主甚至自由贸易这是在助长恶行 4月15日就在美国国会访问团在台北举行新闻发布会之际 中共军队东部战区发布了声明说 今天中共军队出动驱逐舰轰炸机等等力量 在台湾周边组织多军种联合军演 而北京当局也表态坚决反对 并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格雷厄姆说 台湾人民已经捐给乌克兰价值近4000万美元的物资 反观中共则在帮助俄罗斯的普京 格雷厄姆认为 全世界对于暴行以及威权主义的反弹正在增长 他对台湾人民的承诺是 中共必须对其在全球的行径 以及支持普京付出代价 而访台的代表团成员之一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纳德斯在讲话中 承认中共政府对代表团的访问非常不满 但他表示 这不会影响访问团对台湾的支持 他更是戴上印有中华民国旗帜 与坚弱磐石字样的口罩 来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就在昨天白宫说 乌俄战争不会分散美国对中共的注意力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次战争反让美国看清楚 俄军已经不是美国的对手 可以更聚焦中共的威胁 周四 4月14日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明确表态 中共是美国在21世纪 唯一的一个最重要的低缘政治挑战 美国需要积极的迎战 而根据美国最近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 以及军方高层的公开谈话都显示 美国已经不再将俄罗斯军队视为美国匹配的对手 而中共虽然宣称军事强大 但他们的武器装备更多的是依赖美国还有俄罗斯的技术 他们仅有的航空母舰还是模仿俄军的航母 并且中共军队的腐败程度和造假宣传力都超过了俄罗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4月14日表示 中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言行不一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布林肯在美国密西根大学的线上研讨会中提到 中共不仅使自己处在很不舒服的境地 而且也损害了他们在国际上的声誉 北京最终必须要在侵略者和受害者之间 现有国际体系和混乱冲突之间做出选择 中共至今仍然拒绝对俄罗斯的入侵行为进行谴责 甚至毫不掩饰地对美国开炮 代表中共的中共喉舌新华社在近日连发6篇文章 指责美国是乌克兰战争的幕后黑手 是世界混乱的根源 针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 要中共选择 中共又会做什么样的抉择呢 自身时事评论员桑普说 中共不会站在美国那边 也不会站在历史上对的那一边 中共希望战争继续拖下去 它才可能继续充当快乐的第三人 因为很显然 如果中共选择自由世界的这一方 那么普京很快就会被击溃 而唇亡齿寒的道理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民主国家会共同对付中共了 桑普认为 中共希望能确保普京不会败亡 这个前提下 中共就可以展开一种分化美欧的策略 甚至延缓自由世界对俄罗斯的制裁 因此桑普认为 中共站在他的利益角度 应该会选择站在邪恶一边 桑普还表示 美国有能力制裁中共 但是现在还没有真的启动去做这些事情 因为从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最新的讲话中可以知道 目前暂时没有证据显示 中共有对俄罗斯提供军事或者财政上的援助 他说 如同布林肯昨天所说的 一旦中共支持了俄罗斯 或者说是西式欧美制裁俄罗斯的效果 那就会有非常恶劣的后果发生 桑普还表示 中共其实也在看美国怎么下这一步棋 他认为 美国除了先前的制裁方案以外 很可能会加剧与中共在全球产业列上的脱钩 也会检讨各个国际组织 是不是要把中共剔出或者是停权 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贸 世卫 还有联合国等等相关委员会 前白宫国安亚洲事务主任麦艾文 在13日也分析说 中共行为都是在守住最后一条底线 就是防止普京政权失势 中共需要俄罗斯帮助来与美国竞争 马斯克4月14日提出要以430亿美元全部收购推特 对此 推特股东塔拉勒王子表示 他拒绝马斯克收购推特股票的提议 另外 推特董事会也不会妥协 说马斯克不符合推特真正的价值观 据福克斯新闻的报道说 作为股东之一的沙特阿拉伯的塔拉勒王子 他反对收购案以后 马斯克在推特上进行了反击 塔拉勒王子素有阿拉伯华伦巴菲特 和中东股神等等封号 他在推文中说 马斯克提出美股以54.2美元收购 这没有接近公司的内在价值 他说 身为推特最大以及长期股东之一 他反对马斯克的提案 随后马斯克在推特上回应 有意思 如果可以的话 我只有两个问题 王子拥有多少推特股份 直接和间接的 沙特王国对记者的言论自由有什么看法 报道中说 塔拉勒王子在推特的真正股权不明 监管文件显示 他名下投资公司股权不到5% 此前 马斯克表示 先前投资推特是相信 他有能力成为全球言论自由的平台 但现在他意识到 以现有形式服务公司不会蓬勃发展 所以他提出最好最终报价 要把推特转型为一家私营企业 据世界新闻网的报道 鉴于马斯克收购推特的理由 是要变革这间公司 包括管理层 所以推特董事会不会妥协 会尽可能阻止马斯克的收购 手段之一是找其他买家与马斯克竞争 推特也有可能祭出读完条款 就是触发机制 让推特的股票大幅发行新股 股东有权依照所有的持股价值 买入大量的股份 而马斯克就可能变得要耗费天文数字 才能收购全部的股份 据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 推特正在考虑读完条款的选项 据福克斯新闻在4月15日 也就是今天的报道 雇佣数据全球企业顾问乌加特说 马斯克的影响力可能会推动 推特更好的服务用户的讨论 乌加特说 马斯克如果接手的话 会做几件事 比如让川普总统等等被禁的人物回来 不过川普总统在13日 接受媒体访问时却表示 没有什么兴趣重回推特 他说推特变得很无聊 他们封杀很多有趣的意见 少了很多保守派的声音 这次收购推特 马斯克提出的以每股54.2美元 比他开始投资推特前一天溢价了54% 也比公开宣布投资的前一天溢价了38% 但收购如果不被接受 马斯克早前也曾经承认 他有B计划但不愿详述 他在SEC文件中指出 如果收购案遭拒 他会考虑出手持股 近日 洛杉矶警方透露 洛市至少有17个帮派 正在瞄准这个市最富有的人群 他们派出帮派的成员去识别 然后跟踪和抢劫驾驶豪华汽车 或者是佩戴贵重物品的人 然后把抢来的昂贵的物品 在黑市上贩卖 洛杉矶警察局上尉蒂佩特说 他是在去年年底 为解决这一问题 而组织的特别工作组的负责人 目前警方已经确定 至少有17个帮派参与抢劫富人 他们大多是以洛杉矶南部为基础 独立运作 2021年有165起跟随回家 或者是跟随离开的抢劫案 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56起 蒂佩特介绍说 警方通过监控录像 还有其他的证据确定 在一些袭击事件当中 犯罪团伙使用3到5辆汽车作案 他们锁定目标以后 出其不意地跳下汽车 袭击受害人 而那些受害者甚至没有机会反应 罪犯跑到他们面前 攻击他们或者是用枪指着他们 他表示 在一些案件当中 警方发现有的帮派成员 被安排在高档场所来观察目标 当看到有妇人出来的时候 马上通知外面的团伙分子行动 在23起这样的案件当中 有人开了枪 其中有两名受害者遇难 警方表示 在一些案件当中 罪犯嫌疑人被捕 又被从拘留所释放 然后继续的抢劫 他说 这是我在34年的工作中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警察委员会主席布里格斯 告诉泰晤士报 对涉嫌参与暴力抢劫的人 进行庭审前释放 这是刑事司法的失败 他危及到洛杉矶公民的安全 造成公共安全危机 我们必须找到解决的方案 警方认定的嫌疑人目前不认罪 案件也正在审理当中 专案组正在努力的寻找 针对嫌疑人的各种作案线索 蒂贝特说 专案组将会继续调查这些抢劫案 希望能阻止这样的案件发生 好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 希望之声TV美美新闻 我是小兰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